好 今天刚刚提醒您了 在东部都要特别的小心 因为现在其实全台累计领量的前三名 也都在花东地区 我们现在连线在地的记者许敏娟 现在不过大家都说了 高雄就在警戒区 现在高州市长终于 他之前两周 只要是大雨的时候 他都在拼他的选战 现在他终于来到了在方中心 我们再来看最新的状况 从小就有这个好习惯 那要持续的保持 韩国瑜加油不要再迟到了 不过这次取消在台中 是不是也跟因为卢秀燕 拒绝当他的竞选主委有关系呢 我们等一下也会继续带大家来关注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来看到 这个自己违规了 结果他遇到了一个白台的车 他骑上了不能够骑上去的快速道路 结果有一个自称是休假的重机骑士 对他据他的说法是B车而且蓝车 但是这个重机骑士是要他一起到派出所 那我们带你来看这段画面 那破网的人自己也被骂翻了 好 另外有人想偷钱 但是偷盗的却是妈祖的严林香火 不是钱 但是对于庙里面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什么叫做严林香火呢 基本上就妈祖的分铃过来 但是呢在台中杀戮 竹林的这间宫庙 竟然因为庙方把这个严林香火 放到了红包袋里面 结果让萧小 他以为说是钱 把他偷走了 后来发现不是 愤怒地丢在路边 那民宿战家说这样子 也会给小偷带来非常差的厄运 我们来看庙方怎么处理 台中一名男子凌晨 跟他的女朋友约好了要谈判分手 没想到中了埋伏 被砍伤 白鹿强台警戒 现在呢强袭警戒 现在呢在青台上线的 这个白鹿台风已经出路了 那菜价也应声喊涨 我们交给记者谢淑敏 台风冒到今天一早 有不少消费者就提前来到菜市场这边来买菜 不过在菜价上面呢也有一些涨幅哦 像是呢批发价来说呢 以小白菜的批发价 每公斤呢是已经从过去的17元 上礼拜17元涨到了51元 涨了两倍 而其他夜菜类的涨幅呢 也都有三成左右 我们来跟老板访问一下 阿朗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最近的菜价是不是都稍微高一些啊 前两三个礼拜 中南部持续的下大雨 造成说有一些产地的话 它那个夜菜类比较损伤啊 还有花果类有一些落果的现象 所以菜价都稍微高一点 这次不敢讲 嗯 菜价普遍性都比已经比较高了 像到今天维持的话 还是居高不下 但是我们一般的话都是自行吸收 就把成本尽量把它压下 但批发价涨蛮多的 批发价涨 但是我们零售价我们都是把它压下来 就是让消费者不会觉得说 价格再往上飙上去 可以听到呢 其实很多零售业者 现在这一波是不敢讲的 但是民众来到菜市场 可能还是会觉得菜价偏高 买什么比较划算 像现在呢 像这边还蛮多的高利菜 高利菜到货量蛮多的 来跟老板问一下 阿郎这颗多少 这一颗 今天这一颗是差不多60块 原本的话它会要80 今天这次剩下60块 因为到货量比较多的关系 所以反而呢 现在来到菜市场买菜 如果要买高利菜 价格呢 是比其他夜菜类 稍微来的划算一些 以上是我们在现场的最新状况 另外昨天是823炮战的纪念日 所以呢 在各地都有纪念活动 总统蔡英文则是亲自到了金门 她除了是纪念这个炮战之外 特别也到了金门大桥 视察工程进度 回到早安 先先玩现场 我们带你来看到台风快报 屏东山区的暴雨预警 还有在莱义乡的山区 两个部落 逸林大后部落 现在居民已经预防性的撤离了 所以呢 希望大家都要小心 屏东山区 如果是住在这边的居民的话 一定要小心有暴雨预警 另外呢 我们再看到的是恒春 在恒春南湾这个地方 也是风雨变大了 雨势也变强了 现场我们有记者古福仙 为您守候 带您来看最新报告 接下来所在位置呢 就是在墾丁的南湾这边 可以看到现在的风浪是越来越大 雨势也在逐渐的增强当中 因为这个台风的暴风半径 已经接触到了陆地 接下来呢 雨势风势呢 都会越来越明显 而就在昨天呢 其实水上活动业者 已经把这个所有的棚架呢 都拆下来 而且固定住了 用绳子经营的绑住 就希望呢 能挺过这次的台风 因为呢 台风预计就会在恒春半岛 肯定这个地方来登陆 当时候的雨势也一定很大 业者也是十分的忧心的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天气不好 已经插红旗插了半个月 好不容易太阳才出来两天 现在呢 又要碰上台风 可能还会带来强大的雨势 让他们是十分的忧心 这个地方上个礼拜 因为好大雨的关系呢 也是在马路上呢 出现了土石流的状态 现在台风夹带的强大雨势 进来之后呢 也让南湾这里的叶子很忧心 土石流的状态会再出现 因为雨势是真的越来越大了 以上就是在现场为你掌握的最新情形 把镜头抓完棚内主播 好 延正的防灾 现在苏内阁正在发表谈话 来 你们来看 这女生来跟男朋友要来谈复合 可是呢 这名男子啊 竟然是拿着兜子 还有辣椒水前往 好 另外再带你们看到的是行车纠纷 结果呢 竟然双方打成了一团 其中呢 高雄的这名骑士 竟然还拿出了螺丝起子逞胸 让人差一点点就割上了 好 另外前进的是台中 台中大家注意到的是 曾经有课问者大学姐称号的 观光局长林小琪 被研览之后啊 常常的代表台中是否发言 不过呢 现在呢 这个观光局长 他也因为在政府工作 所以呢 侦察院来看 他的申报财产里面 意外的发现 原来呢 他的夫家非常的富有 我们带你来看 原来他的丈夫身份 竟然是台中非常知名的 牙医施炳毅 来关注白鹿台风 现在呢 东部海域 受到了外围环游的影响 所以呢 现在有多达了 800多艘的船只 停靠在南风澳渔港 来躲避台风 那寒风还没有来之前呢 台中市政府的地下停车场 竟然就淹水了 而且呢 这个淹水啊 水量还大到像是瀑布一样哦 带你来看到 现在原来是一个人祸 看市府要怎么解决 好 现在我们要请 这个气象机会专家 告诉我们现在 白鹿台风的最新动态 第11号 持续的来关注台风的动态 不过呢 两个多小时前 在桃园的炉竹 发生了非常严重的车祸 原来又是酒驾的车祸 证明驾驶酒驾 结果撞到了正在清洁的清洁腹 6人受伤 其中3人的伤势非常的严重 到院前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 现在呢 警方到场 要赶快厘清状况 等一下我们也会带您 来关心最新的伤势 另外呢 我们也要带您来看到 白鹿台风在午后 就会登陆台湾 现在在恒春 尤其太平山一区 已经是风强宇宙的状况 等一下我们也会有剧者 对第一现场为您职集 马上回来 白鹿台风的路径 明显的往南偏移 现在呢 外界预估 台东的大午到成功之间 有可能就是中心会通过的区域 下午一点钟就会知道 不过呢 台东的农民们 不敢掉以轻心 他们现在忙着捡之抢收 今天是周末 韩国瑜原本是要来拼选举的 不过呢 过去他都在拼选举 结果呢 遇到了风灾 让他被骂翻了 现在他终于 看起来是被骂怕了 早上就进驻了房贷中心 周朗所长 这个房贷电话 真的是一个很特别 很意外的事情 还是说这是常态 但是通常韩国瑜没有参加呢 那稍后我们也会告诉您 最新的状况啊 不过呢 现在呢 我们也要带你来看到 这个韩国瑜 他为什么会这么担心 就是因为呢 这一次白鹿台风 据说来势汹汹 他是轻度台风 但是他在轻台的上限 那在上限呢 很有可能呢 如果万一水汽一个旺盛 或者是相关的这些环境 允许的话 可能就会上升到中台 那现在呢 包括了屏东 花莲 还有台东 通通感受到了风雨 我们也带你来看 前进在台东现场的 记者最新的状况 好 现在带你来看到 我们前进的是屏东 在屏东这个地方啊 现在受到了台风的影响 退防率高达了七成 那我们的记者 也在现场为你转播